前列腺癌发现就晚期 提醒男性二大症状出现可能是癌症来临 李叔今年65岁 一直以来他都是那种坚信无病山淫是小病 大病死不了的类型 直到发生频繁起咽尿急又尿痛的状况 让他无法再坚持自己的硬汉形象 终于决定去医院一探究竟 原以为不过是年纪大了 前列腺有些小问题 谁知医生的面色严峻告诉他 这可能是前列腺癌的信号 更让人沮丧的是 检查结果显示 李叔的前列腺癌已经到了晚期 李叔的例子并不是个例 在我们的周围 因为对前列腺癌的轻视 不少男性在疾病发现时已是晚期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一、前列腺癌的普遍性和严重性 前列腺癌作为男性泌尿系统中最常见的恶性肿瘤 其发病率在近年来呈现逐步上升趋势 特别是在生活水平提高 人均寿命延长后 我们看到不少富贵病开始高发 根据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在大城市中 前列腺癌的发病率已达到每10万人中有17.26人 这个数字在小城市中则低得多 不足5人 这种悬殊不仅反映了医疗资源分配的不均 也凸显了疾病筛查的重要性 然而在发达国家 前列腺癌患者的5年生存率能够接近100% 而在我们国家 这一数字却不到70% 这背后的原因复杂多样 包括疾病晚期发现的高比例 治疗方法的选择等 都直接影响了生存率 这不仅是一个医疗问题 更是一个社会问题 面对这样的现实 我们怎能不加紧脚步 提高大众对前列腺癌的认知度 缩小这一数字的差距 2.前列腺癌的隐匿性和症状 前列腺癌之所以被称为沈默的杀手 部分原因在于 它在早期阶段几乎无任何明显症状 很多男性在得知自己患有前列腺癌时 疾病往往已经发展到了晚期 而且前列腺癌的初期症状 往往与前列腺增生相似 包括尿频、尿疾、抬尿困难等 这些症状很容易被误认为 是老年人常见的前列腺问题 从而忽视了进一步深入检查的必要 为了提高前列腺癌的早期发现率 现代医学研究已经发展了多种筛查技术 PSA检测曾经是精标准 但由于它的特异性并不理想 现在更多医生倾向于将PSA检测 与其他检查方法相结合 以提高早期诊断的准确性 三、对于前列腺癌的重视与关爱 在提高前列腺癌早期发现率的同时 对于患者的关爱和治疗也同样重要 尤其是对于晚期患者 及时的治疗和精心的护理可以缓解病情 提高生存质量 同时对于前列腺癌患者的家庭成员 心理支持也至关重要 他们的情绪稳定和心理健康 对患者的康复同样起着重要作用 前列腺癌的发现并不意味住死亡 而是一个开始 只有提高对前列腺癌的认知度 加强筛查和早期诊断 才能真正挽救更多患者的生命 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 可以让更多的男性意识到 对于前列腺癌早发现早治疗是最好的选择 四、两大症状提醒男性癌症来临 前列腺癌初期往往隐匿无明显警示 但有两大症状若显现 则需男性特别警觉 一是下尿路梗阻相关症状 二是压迫症状 下尿路梗阻的症状包括尿频 尿急、尿流细弱或间断 液尿次数增多 这些症状可能被误解为 普通的前列腺增生问题 但若伴随尿流突然停止 不能自行排尿 这可能是前列腺癌 造成尿道严重阻塞的信号 根据临床研究 约有15%的前列腺癌患者 在确诊时表现出尿流阻塞症状 另一方面 压迫症状主要是因为肿瘤向周围组织扩散 对临近器官造成压迫 这包括但不限于腰痛、下肢无力或麻木 这些症状可能是癌细胞侵犯到脊椎或神经的迹象 在临床案例中有报道表明 约10%的前列腺癌患者 在出诊时出现此类神经压迫症状 这些症状的出现不仅影响生活质量 更是疾病进展的明显标志 提示患者和医生应立即采取进一步的诊断和治疗措施 5.前列腺癌的预防和早期筛查 前列腺癌的预防和早期筛查 是减少该病症致死率的关键 虽然前列腺癌的确切原因尚未完全明了 但累积的研究支持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 减少其发病风险 包括维持适当的体重 规律运动及摄取健康饮食 尤其是富含番茄、豆类、坚果和鱼类的饮食 被认为有助于降低前列腺癌的风险 早期筛查尤其重要 当前前列腺特异性抗原 PSA血液检测是最常用的前列腺癌筛查方法 尽管PSA检测存在一定的争议 比如可能导致过度诊断或过度治疗 但它无疑提高了早期发现癌症的机会 最近的指导意见建议 50岁以上的男性应讨论PSA检测的利弊 并根据个人风险因素 如家族史和种族背景 考虑是否进行筛查 此外,研究表明 结合PSA检测与直肠直检 DRI 可以提高检测的灵敏度 特别是在高风险人群中 为提升筛查的准确性 医学界正在研发 更为先进的生物标志物和成像技术 例如 前列腺健康指数 FI和多参数MRAMMRI 已被证实 在提高前列腺癌诊断的准确性和特异性方面具有潜力 这些创新技术的应用 将有望在未来 帮助我们更准确地发现前列腺癌 并及时进行干预治疗 六 男性应该如何保护前列腺健康 为了保护前列腺健康 男性可以采取一系列措施 首先 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至关重要 规律运动有助于维持体重 促进血液循环 降低患前列腺癌的风险 此外 戒烟腺酒也是必要的 因为吸烟和饮酒过量被证实与前列腺癌的发病率增加相关 饮食方面建议摄取富含花生 胡萝卜 南瓜籽等食物的膳食 这些食物含有丰富的抗氧化剂和营养素 有助于保护前列腺健康 其字 定期体检和筛查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是对于高风险人群 如年龄超过50岁 家族中有前列腺癌病史的男性 更应该定期进行前列腺癌筛查 及早发现疾病有助于提高治疗成功率和生存率 此外 男性还应该重视心理健康 压力过大和心理负担会影响免疫系统功能 增加患癌症的风险 因此 学会有效地应对压力 保持良好的心态 对于维护前列腺健康至关重要 前列腺癌作为一种常见的男性恶性肿瘤 其对男性健康的威胁不可小觑 然而 通过加强对前列腺癌的认知 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 定期进行体检和筛查 男性们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前列腺健康 早期发现 早期治疗是提高生存率的关键 而这也需要个人和社会层面的共同努力 希望通过不懈的努力 来创造更健康的生活环境